局域网络拓谱结构 是指用传输介质互联各种设备的物理布局 网络中的计算机等设备要实现互联 就需要以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连接 这种连接方式就叫做拓谱结构 通俗的讲就是这些网络设备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目前常见的网络拓谱结构主要有总线形结构 环形结构 竖形结构和网状结构等 星状网络是局域网中最常用的拓谱结构 每个节点都由一条点对点链路与中心节点相连 网状结构中每个工作站连成一个网状结构 通信功能分散在组成网络的各个工作站中 是一种分布式的控制结构 适用于大型广域网 网络拓谱结构可应用于搭建工作站环境等 是一种分布式的状态 是一种分布的状态